嗨,大家好,我是董月佑,这次终于轮到我家根了。 这两天,乌合麒麟的《和平之诗》受到了国内外非常多的关注。 这期呢,我想从符号学、图像学的角度来分享一些我对这件作品的看法。 这不一定是乌合麒麟她自己创作师的想法, 但是呢,可以为欣赏这些作品提供更多的参考和视角。 我觉得这幅作品里隐藏了很多更残酷的寓意。 阿范国旗是由三种颜色组成的,分别是黑色、红色和绿色。 这三种颜色的象征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说法。 根据当代的官方说法和比较工人的解释, 黑色代表19世纪英国殖民侵略战争给阿富汗带来的黑暗历史。 而红色呢,代表为独立战争献出的热血。 绿色则代表繁荣而和平的未来。 我们可以发现,这部作品中只能看到阿富汗国旗中的红色和绿色部分, 而黑色部分已经彻底地被澳大利亚国旗覆盖住了。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旗帜下还掩盖着更多的尸体。 覆盖黑色历史的是澳大利亚国旗上的米兹齐英联邦之星和南十字星座。 这些都是英国殖民地的象征, 新的殖民符号覆盖了旧的殖民符号。 好像在说,阿富汗虽然曾经抵御了英国的侵略, 但是没等挡住英国殖民地的暴行。 蓝色替代了黑色,成为了阿富汗新的历史。 澳大利亚士兵站在蓝色上,阿富汗儿童站在红色上, 好像意味着新的斗争和新的牺牲开始了。 而象征繁荣与和平未来的绿色则支离破碎, 露出了黑暗的前景。 在我看来,在今天作品里, 最妙的象征符号是那只小羊羔, 因为它看起来跟那些有攻击性的, 像羚羊啊,公羊啊,不一样。 据乌合麒麟,他在采访里说, 他选择这只小羊羔是为了跟背景的颜色产生反差, 然后让人看的时候第一眼就注意到这只小羊羔。 而在我看来,小羊羔由于它的幼小和纯洁, 所以呢,常常象征着无辜。 它跟受害者的那种身份是非常相符的, 他们都是弱小的无辜者。 但是呢,这只是第一层。 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 恰恰有一只重要的小羔羊, 无论是达芬奇还是拉菲尔的话里, 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旁边有一只小羔羊, 而一旁的玛利亚总是略带忧伤地看着耶稣, 因为这里的羔羊象征着耶稣未来的命运, 就是为了赎人类的原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羔羊也有无辜牺牲者的意思, 甚至有的时候耶稣就是以羔羊的形象出现的, 也因为耶稣不久之后会复活, 所以呢,羔羊也有战胜死亡, 战胜恶势力的意思。 澳大利亚士兵杀害抱着羔羊的少年这个画面, 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国家看来, 简直就是把澳大利亚士兵化成了杀死耶稣的刽子手, 讽刺效果拔群。 我觉得乌合麒麟真正厉害的地方还不是这些象征符号, 而是一个会被大多数人忽略的要素, 那就是观众的视角, 说白了也就是说他在每件作品里给观众设定了一个观看这件作品的角色。 在你能呼吸吗?这件作品中, 观众是卑微的受害者。 而在炮灰这幅作品中, 观众在这里被安排成了狗的视角。 狗浮在铁轨外, 叫缩着铁轨内的孩子。 你能体会到这种恶心和猥琐, 观众在这里是虚伪的怂恿者。 让我们再回到《和平之诗》这幅作品。 这次你不再是受害者, 也不是怂恿者, 而是成为了比受害者和怂恿者更令人不安的角色, 加害者。 你居高临下地目睹这一切的发生, 不是平视, 不是仰视, 而是俯视。 好像这一切的暴力是在我们的注视和允落中发生的。 作为观众的我们, 无不再支持, 放纵, 参与至上暴行。 这才是这件作品带给人们震撼的本质。 《乌合麒麟》最新的这幅《至莫里森》, 更是运用了视角的对比来组织整个画面。 你能看到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中, 莫里森一边用国旗掩盖着尸体, 一边在高声斥责红衣画家, 而所有的目光和镜头, 犹如长江短炮, 都伴随着莫里森的手指方向, 瞄准在画家身上。 对于战场上发生的罪行, 所有人都惠目如深, 置若妄闻。 虽然在画中只有画家孤身一人, 但是画家身后的画外却占着无数的我们。 画中人的目光看向哪? 作为观众的我们站在哪? 这永远都是杰出的艺术品要回答的问题。 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对于乌合麒麟作品的批评, 说它这是蹭热点, 财富密码, 艺术技法很垃圾, 艺术应该是自由的等等。 其实在我看来, 它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广泛的共鸣, 不仅仅它在选材上是具有时代精神的, 而且它的艺术非常具有表现力。 它用符号学, 图像学, 造型等等手段, 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看得懂且有说服力的叙事。 我还记得7月份看到一个新闻, 说德国外长要为受到威胁的人士提供支持, 哪些受到威胁的人士呢? 科学家, 艺术家。 你可以看到, 在西方人眼中, 艺术家这个群体是非常重要的, 西方政权的取得往往来自于暴力, 而政权的合法性往往源于艺术的构建, 艺术在我们的语境中, 可以说是一直被忽略的战略和武器。 感谢乌和麒麟能让社会重新认识到艺术的重要性, 让艺术回归常识, 让中国拥有西方能看得懂的文化威慑。 我是董悠悠, 欢迎关注我的个人号艺术侦探董悠悠, 我会经常和大家聊聊艺术时尚, 我们下期见!